hello 大家好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白色评 现在我是在苹果Apple Pack的里面 今天是WBC2024的第一天 人非常非常的多 现场可能稍微有点吵 今天的这个会可能会稍微长一些 因为加入了全新的品类VisionOS 那么全新的OS这次都有什么亮点 我们废话不多说 用一条视频快速的带大家整理一下 不关真体验 真体验可能得稍微等一等 我们开始 整个WBC其实可以总结为两个字 AI 这次苹果贯穿的还是很彻底的 开场第一个讲的就是年初刚刚发布的Vision Pro 这个发售仅四个月之后就推出了VisionOS 2.0 我们年初体验的时候感觉它还不是那么的成熟 主要是生态内容不够多 这次2.0主要是一些小秀小果变得更加完善了 首先就是空间照片 它其实就是通过AI计算将2D照片 变成了纵深的3D感 而且这个照片是可以与好友共享的 另外在空间视频上面除了iPhone Super Max 这个佳能和达芬奇也将推出新的空间镜头 我们常用的FCP软件也可以剪辑空间视频 在交控方面手势操作进一步优化 新增了双手捏合即可调出主界面 你就不用再按上面这个按钮了 手掌翻转即可显示电量 捏合可以调出控制中心 算是向部分Vision Pro上的操作进一步进行了简化 并且这次对于Mac的屏幕扩展 我觉得算是一个很大的更新了 它最多支持到三连屏 看起来还是非常宽广非常爽的 如果你能接收它的重量带着它办公的话 这个还是一个挺好的场景 而这次新增了旅行模式火车模式 让它的使用场景不只局限于飞机上 但想到它的续航还有实用性 这个有待检验 到时候我们会实际看一看 到底怎么样 国内的用户也很快可以体验到了 因为在本月底6月28号 这个国航版本的Vision Pro也就上市了 有想法的小伴可以对一下 这个价格29,999起 其实比我想象中的要贵 它仅仅是256G的 如果你选满的话就是3万多块了 这次2.0的更新说实话并不是特别大 但毕竟才刚刚发布4个月 未来可期 然后是iOS18 总结一个词就是自定义 从前我们都说iOS的自定义程度很低 都是苹果帮你做好的选择的 这次算是大妥协了 首先就是10世纪更新 你可以自定义你主屏上的图标位置 还有小组件了 而且你还可以对系统的图标颜色进行更改 而且它还加入了这个深色模式 也就是切换到夜景的时候 会自动同步这个颜色 这你说得了吗 苹果都开始玩自定义了 然后就是改控制中心 像控制项的布局大小 现在也都可以进行修改了 还可以像安卓一样新增控制项 这个史诗两个字可以打在公屏上 它甚至给你做到了 类似于在车机系统上的卡片式控制页 以及在控制中心中 还有一项魅族策划选择APP一样的快捷操作 你现在甚至可以把锁平界面的闪光灯和相机 都可以给换了 大家再可以把镇晶两个字打在公屏上 隐私保护方面 它也终于支持了单独锁定某个APP 或者选择隐藏 然后它会有一个隐藏的文件夹 隐藏的APP都会放在这里面 如果你的手机确实有什么不想让人看到的APP 这功能确实还不错 当然以上的这些安卓早就有了 现在苹果终于上了 算是提升一些体验 然后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游戏模式 是的你没有听错 这苹果终于有游戏模式了 后面我们应该会安排专体实际测一下 看看它能提升多少 另外就是一些小升级 就比如说图片中支持根据时间地点人物进行分类 然后在MS这里面新增了一些表情 不过大家都是微信 这个MS对于国人来说用的确实不多 另外针对AirPods也有一些升级 通过Siri的点头摇头可以接打电话 AirPods Pro也可以人声突出 还有空间音频对于游戏的优化适配 那这个得需要游戏方面的支持 这个后边只能再看 T1S咱们就略过了 这个咱们也用不上 WatchOS 11升级最大的亮点 就是你现在可以自定义健康APP的界面 这个因为很多人买手表 就是为了这个健康运动 你需要什么就调什么 对于经常运动的小伙伴来说 可以更加直观的获取你想要的核心信息 这点还是不错的 另外专门推出了一个健康信息APP 更多的则是针对睡眠 同时对于女生小伙伴来说 新增了观察孕期 这点升级对于新建妈妈来说还是挺友好的 最后就是现在你的AppOS 会根据你的使用习惯深入学习 这个就很AI了 像一些小走件会根据你的场景自动弹出 假如你走到地链边了 它就会自动出现地链卡 就直接刷手表可以进站 这也是AI的重要体现 像外卖打车这些实时活动的手表上也都会一并显示 然后就是iPadOS 18 同样可以自定义控制中心 这次可以像电脑一样进行屏幕共享和操作 如果是老人或父母不会用 你可以直接通过屏幕共享教他们 甚至可以直接帮他们操作 最重要的一点被称为神迹的 我觉得这都不是实时更新 就是计算器终于来了 而且它这次的计算器还做了很多设计 不仅可以显示计算历史记录 这次它还新增了一个数学笔记的功能 也就是你用Apple Pencil的笔写下数学算式 它就可以直接计算出答案 并且这个答案它还可以模仿你的笔记 它也支持画图 比如说你画一个抛空线在旁边书写公式 得到数据生成曲线 更改这个数据答案也会变 这次的计算器可以说是一次史诗级的升级 这其实应该也是有AI加持的 因为它毕竟要学习你的笔记 还要识别你这些文字 另外在备忘笔记中 它也可以对你的笔记进行优化 让你的字看起来更加工整 但是它还是模仿你的笔记 虽然iPad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处理器 但是在办公生产力方面这次没有太过多的升级 反而对于学生奶来说 iPadOS升级堪称巨大 更好用的笔记 强大的计算器 还有非常好用的数学笔记 可以让日常学习变得得心英雄 OK 下一个就到了MacOS 第一个就是我认为这次WFDC 非常重要的一个更新 就是iPhone和iPad之间的连续沟通 Android这边叫应用接力或者应用流转 通俗再说就是可以用你的Mac 来操作你iPhone上的应用了 看这界面是不是很熟悉 这个多屏协同啊 这也是Android这边基本都有一个功能 苹果这次也是全面跟进 具体的功能上呢 没有什么特别的亮点 也都是比如说拖拆本件啊 拖拆图片啊 或者Mac上面 这个也可以接受iPhone的通知 你一点开它弹出的 直接就是iPhone的一个界面 Mac的视频会议 这次也支持更换背景了 这怎么说 酷克你直说 是不是腾讯会议给你的点子 而Super瀏览器这次也有AI的加入啊 它支持了检测网页重点 并给出相应的提示 算是一种AI识图总结 小伙伴们非常关注的游戏 四个字依旧画饼 这次与预避合作啊 刺客信条作为一个大IP 算是登陆了Mac平台 下半年即将推出的影 也同步登陆Mac平台 甚至iPad平台 虽然支持了像死亡导2 这样一些的老游戏 但游戏阵容对于Mac来说呢 依然不是很多 对游戏只能说Mac在持续发力 最重要的部分 AI 苹果呢也是用超大的篇幅来专门讲啊 目前叫Apple Intelligence 在功能上呢 相较于其他的大模型 基本差不多啊 就是语言啊图像啊操作 个人信息啊 他都可以进行识别 比如说他全局可以进行撰写 对于你的各种文本进行润色 也可以提取你文章中的摘要 然后也可以AI生成各种各样的图片 他目前有三种风格 可以选择素描插图和动画 他可以理解你目前的各种个人情景 就比如你告诉自己的手机啊 我的会议日程改了 那么下个日程是你女儿的演出 这个时候他就会自动给你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啊 是不是要选择更快的交通方式 要不然你就赶不上这个演出了 大部分AI行动呢都是在本地实现的 如果还不行的话呢 他也会有私密云端服务 按照苹果的描述呢 大概意思就是相当于一对一的 给你生成了一个私密的服务器啊 这样的话 谁也不能窃取你的用户隐私了 对于隐私 苹果确实是一直很关注的啊 然后Siri这边呢 可以说是史诗级更新啊 又一个史诗可以打在公屏上 终于不是之前那个智障了啊 全新的界面 屏幕四中的都会有动画 然后也支持连续对话啊 可以清点两下进行文字性的对话 跨APP的操作其实相对来说更加实用一些 它会识别其他APP内的内容进行联动 比如说进行内部搜索啊 你可以直接跟你说 哎我的驾照号是多少来着啊 他就会自动去你的图库里面搜索 你拍摄的驾照的照片 然后把这个驾照号给你提取出来啊 什么摘要啊 写邮件啊 校对语法啊 通知排序啊 这些都是AI比较激手的功能啊 他也都有的 在第三方的模型上 苹果这次也自然选择了 目前应该说最强大的AI OpenAI的ChatGP4O 为了保护你的隐私 它在输入的时候 你可以手动选择ChatGPT 并且它可以自动关联你ChatGP4的账号 让你的AI模型变得越来越好用 日常软件中的AI呢 苹果也讲了一些啊 比如说整理修正优化你的笔记 也可以将笔记中的草图一键优化 还有像图片功能中 这个安卓很久了一键消除 它也终于是有了 创建回忆相册 旅程相册等等 这些也全部都有了 哦对了 这次最后的网站啊 这个iPhone终于支持录音通话了 OK 后续等它正式更新的时候 我们会再继续带来相应的体验分享 尤其是它的游戏体验啊 各种各样的数据啊 还有小功能的体验 我们会在各个平台陆续和大家分享 如果觉得本期视频 对大家产生了一点帮助 记得下方给我们点个赞 特别感谢 伯伯的体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